来台湾工作5年的乌克兰籍女模 日前通过国籍规划考试 选在圣诞节当天到护震事务所申请 要当个台湾人 因为交通方便 人情味浓厚 他说台湾是他最喜欢的国家 未来也希望借家人过来一起住 321请接目 为新车接目 乌克兰美女瑞莎拥有经济学硕士的高学历 瑞莎日前参加台湾籍规划考试 却直呼很难 我要问我的一些台湾朋友 他们都不知道答案 对 真的很难 校舍立法委员没几年改选一次 防诈骗的电话是几号 还有目前人数最多的原住民族 是哪一族都是考题 好不容易才通过规划考试 瑞莎在圣诞节当天到护震事务所申请国籍规划 要当个台湾人 我先要申请国籍规划 然后拿那一阵子去推我乌克兰的国旗 因为台湾不能有爽国旗 一旦拥有台湾国旗 瑞莎就不用负担20%的高额税金 来台湾工作五年的时间 瑞莎也早就爱上台湾这片土地 台湾太多很棒的地方 温泉 人 食物 风景超美的 我一直来台湾 她一直看台湾的山好旅 我妈妈她自己会偶尔寄简讯给我 我就会说很想念珍珠奶茶 为了满足家人心愿 瑞莎还会费尽心思 将台湾的珍珠奶茶搭20几个小时 用飞机外带带回乌克兰 包这个Starbucks的被子会保留瓶的东西 然后就塞在很多袋子里 很多围巾然后带回去 从16岁开始当模特 到访过欧洲 南非 亚洲多个国家 不过瑞莎说最爱的还是台湾 也计划要举家轻移 未来在台湾买房买车 当个新台湾人 新唐人要在电视里 家我姜云婷 台湾台北采访报道